好 各位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備戰2024的總統大選 現在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獨立參選的意願是越來越高了 包括先前情走地方之外 目前人呢是在美國來進行訪問 而前兩天挺郭派的議長 謝典玲是退出了國民黨 強調無法跟國民黨共同並肩作戰 不過就在謝典玲 退出了國民黨之後 外就解讀喔 其實有沒有可能 郭台銘獨立參選的機率 已經是越來越高 甚至現在可能只差說出口而已 不過實際上啊 就在郭台銘如果加入選戰之後 現在當然有四卡都的最新民調 是來自於ETtoday的四卡都民調 目前民進黨賴清德部分呢 支持度是33.4 另外民眾黨柯文哲21.6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21 不過如果在郭台銘加入戰局之後啊 這個民調數字是16.4 我們可以觀察到其實這份民調數字裡頭 有一個非常值得觀察的地方 也就是如果在郭台銘加入了戰局之後啊 柯文哲是最直接受到影響的人 他原本的民調會從28.8 直接掉到21.6 直接下滑了7.2個百分點 實際上呢針對於這份民調 國民黨立委李德維稍早最新的分析 馬上答應來聽 兩大主要政黨都有他主要支持者 那民眾黨到目前為止 跟郭董市長的替代性比較高 所以兩者搶食票員的機率也比較大 當然不會言 郭董是一個無黨籍的人士 所以他要不要參選 那是他自己的決定 但是我還是再次的重申 做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其實對郭董並不好 而在這個部分裡面 郭董應該好好思考 他口口聲聲的中華民國派 會不會因為他的執念 或者他的執意 而受到更大的傷害 他這樣子的參選 對他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 請他自己思考 我們可以聽到李德偉就表示 如果郭董要參選前 應該要仔細想一想 甚至不要做出損人不利己的事情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 這個李德偉的話 是說的還蠻重的 不過這份民調裡頭 還有另外一個更值得觀察的點 就是如果在郭台銘加入了戰局之後 侯友宜民調雖然是往上走的 但是跟柯侯之間 兩個人的民調是越拉越近 只有差了0.6 另外一個就是郭台銘 如果出來獨立參選之後 實際上有可能搶掉了 勢在在深藍選票的部分 當然會直接衝擊到侯友宜的選情 目前在國民黨內 雖然喊著要整合 不過這些地方議長 看起來是蠢蠢欲鬥 就在洩點贏過後 傳出有其他的議長 現在感覺也是可能要來跳船的 實際上呢 雖然現在選戰 剩下了五個半月的時間 現在侯友宜民調如何穩固 加上黨內如何來進行整合 現在都可能會成為 國民黨目前的當前難題 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新現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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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